為了解政治修蘭家的生命創傷 出戰會對2021年開始 訪問修蘭家的家修 這兩年以來已經接觸到六十六位的 受訪者 離一出戰會也公佈 政治修蘭家庭的照顧 何不方案 希望建立引退 國家社會的信任 也創作保障理解社會 提出爸爸喝解的聖筆 今年已經七十幾歲的喝禮菜 講起爸爸在白色恐怖時期 在高雄去逛逛 更當時的一家十四高過大 想起說在政治派遣的黑夜當中 他的心臟要是很激動 為了解政治修蘭家和家修 他們在生活和心理方面的訴求 出戰會這尊是連結民間團體 和政治修蘭家的團體 建議家庭照顧的支持方案 爬上在你每年三個分證前 整理處負伺院機台 主管集診的照顧給予有幫 包含了身心療癒的方面 包含了長期照顧的方面 包含了各種的福利資源的 能夠連結嫁接的方面 也包含了法律權益 現在提供的是三個示範點 台北台中高雄 我們希望明年三月之前 我們能夠發展出一個可行的服務方案 蔡總會表示現出是全台灣國台頭 已經建立一千多人的服務名單 未來的政治部合他們自宅 整合他們的需要 也要固定時間替他們辦一會 結合登記照顧和社會救助 靠北他們年老的生活 由國家來負責 政治修蘭家 那創判如陷阱的關心 就專調的立委也都支持這個方案 主張會在每年三月份結束 主張會說他們的生行為 合佈來協調接手入部 最近很方便 有部分的建議要來用不同動産 來成立特別基金優勝來出 記者阿明真理學習 台北報導